好,這一套呢 感受到一種很復古的味道 舊式的動畫都是 連作畫都是啦 連效果都是啦 效果叫什麼 不,我看到東西不停在lut 這個畫面,這個劇情是抄襲這個動畫的 不,你對上一次比較像是滑頭鬼 第一季,滑頭鬼第一季 那我們接著要說那一套 就是雙聲之陰陽師 我們上次看的那些是陰陽師 東京婚的 有些朋友 東京婚是好看的 這一套的故事其實 他有很多的設定 有回到差不多 看過不少動漫畫 或者輕小說的 我想這套的故事 你看頭十分鐘 你應該會猜到 後面一大堆設定的事情 是會怎樣發生的 這套其實是因為我朋友跟我說 這個角色有個角色有魅畫的 我看的 我看的時候 我一邊笑的 我覺得 都是那句 這一句是沒錯的 一切都是魅馬的錯 這一句是名言 暫時來說 未去到從來 至少在我眼見裏面 叫魅馬的人 的腦都是有些問題的 在動畫作品裏面 或者眼睛有些問題 我看這套的時候 這套是很熟 這套就是猜到剪製 這套是哪套劇情設定 我一看我一邊笑 男主角的 冰魔禪 你叫她什麼 我不懂得讀 原來我的中文比較差 那些故事 你看到的一件事 其實很容易分辨 你看到一些男主角的設定 總之他有一個悲慘的過去 不論是死老爸死老母 死親吻息友 死什麼都好 總之一定是死的 一個天才 從此放棄他的 理想 放棄他 最擅長的東西 甘願成為一個煩人 去追求他 追求他 他有追求他 很重要的一開始告白失敗 總之就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放棄他一切的才華 一切的潛能 哪怕變成一個煩人 因為他有一個悲慘的過去 但他是心藏不露 如果身邊的人就不然說 你有潛質的你快點復出 你就像一顆天上的星星一樣 掩蓋不了你的光光 南法債白珠六刀 通常比較舊式的 他通常不會設定到 就是南強女弱 或者女弱男強 他沒有什麼性別 bias 沒有一個凹凸的關係 通常就是兩者 都是一些強絕的天才 不是 這麼說 南韓主角好驚 其他人全部都是雜語 你都是垃圾 有馬不是 我不敢肯定 其實是 你覺得整個大眾臉 那些衣服一樣 不同 有馬會有條底褲出來說話 OK 簡單來說就是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說的就是 陰陽師其實就是徐玲 其實你簡單來說 可以說 入了下藍的封住物體 帶點怪獸 真是差 我不否認你這個解讀方式 然後用地獄老師的手 或者近代一點 我們用D.Grayman的手 不是那個是DXT HIGH SCHOOL的DD 你再現代一點 簡單來說就是 女主角 洪水 去東京 然後因為 東京裡面有個強絕的天才 但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燕魔堂 是一個強絕的天才 但這個強絕的天才 是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而且他已經沒有玩 你不是說天才 你不是說是兩件事 他那個位置其實有點矛盾 因為你看到就是 當第二第三集的時候 說燕魔堂 是全世界人好像都不懂得燕魔堂這個人 即是叫那些大佬來開會 這是什麼事 他真的沒有上來做過事 他沒有業績 他有業績 他有業績 有 兩年而已 天才的事 你這些陰陽界 陰陽師的業界 那麼窄 老實說 招叫我敲碗見面 你又是來的 你今天在這區做事 我去那區打開喝杯茶 那些朋友 你分分鐘就是 整個陰陽師的業界裡面 就是他佔集了那些人 感覺上應該是全世界都佔集了 應該是全世界都佔集了 他曾經的夢想就是 總之要除掉這個世界所有的靈 我不知道那些叫什麼鬼 就像右手光一樣 所有的幻想都打破 最後就是 說得好好的話 然後就被人打念 這當然是不行 你除掉這些鬼 那你剛才做什麼 做什麼 失業 神經病 當然不會這樣做 叫洪水來到東京的時候 其實是很奇怪 他一開流標榜就是 洪水是一個天才 天才得來還是很有實力那種 更是靈魂 不是說很索性很高那種天才 其實這些作品通常是一個毛病 應該是日本慣常設定這些 都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強絕的天才 實力是數一數二 但他依然會被人打 視乎劇情需要這些東西 其實他是一塊很大塊的綠葉 這塊綠葉就是因為他要襯托彥母堂 就是什麼呢 我不出手 我一出手 那種 就是很舊式 那種就是 英雄登場 那種感覺 其實他做不做到呢 也做到的 一半 因為他那些怪好像雜魚 那些怪很厲害很大塊 或者這麼說 其實如果過往通常這類型的作品 主角那個扭令的醞釀期會是比較長的 還有就是什麼呢 怎樣都要先死一件 有些覺悟的那個懶惰 對 死了 真的 我覺得不一定要死主要角色 至少那兩個不幸被扯進了這個異世界的兄妹 怎樣都要先死一件 起碼那班車又難了 好像沒有事 兩個有 也是這樣就是說 通常現在叫做 因為他已經是2013年的 這個不是說 不是去到很新 也不是說 去到很舊 在中期業績的期間的時候出現的一些作品 在死這方面的話 是有些抗打是可以退的 叫做比較紅術 就發現了 哇這個強絕的東西 然後就是當然 你看到的其實那些所謂的對白就說 我已經不再做陰陽師了 對他來說是一種反諷 就是說 蛤?你很努力啊? 我沒有讀過書的 我可以百分得過 就是那種 什麼? 你說要保護全世界的人 有兩個弟弟 不是 你想保護全世界的人 你想消滅所有的魔 不要誇張我一口 你看一下我 其實我不做了 其實現在 我退休了 你看我 一拳超人一拳打爆了 都做不到的 你做到?我不相信 當然我看 雖然是這樣說的 我沒有降低在他這個位的評價 但其實我剛才說 他很公式 但他能夠給我公式的功課 我看到 有些東西 雖然你說 你可以執著就是 主角的覺悟 表現不夠強 我覺得是的 對他來說 那個心結 他不想用這種力量 那個心結 表達不到出來 因為他被人氣一氣 他就用了 就是 他那種是什麼呢? 同一種有需要 就有心理陰影 那種朋友 其實只有想用 就用到的 不要緊 這個劇情需要 就是我要追求女生 就自然要用的 對不對 OK 好像第三集 他寧願 他花了一集 去游落成 Happy Data Data是不要緊 我想他之後 會打怪獸 他也不出來的 我是不用的 老實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陰陽師作品 總會給我這樣的驚喜 有什麼驚喜? 什麼 當然不得不提 就是這個陰陽師的頭目 游馬 這個角色 他收到這個神諭 這個神諭厲害了 他就說 終於來到這個 漫長的戰鬥 終於可以滑上休止符了 因為最強的陰陽師 山山來詞 終於都出現了 怎樣能夠找到這個神子呢? 我覺得 有馬先生 他是不是其實發了個春夢 不過 anyway 沒有什麼所謂 對他來說 究竟 最強的神子 怎樣降臨 就是當兩個 最強的陰陽師 他們結合 刪出來的那個 就是最強的 就是能夠終結這場大戰的 最強的陰陽師 不用你說什麼中馬 理論 基因混合就是我認識 優生學 還有 你這個時候不是很開心 就說 糟了過了幾個月後 就會失業的 我們先去後路 有馬真的是有馬 我不是說你 我說動畫的有馬 這些動畫的有馬 真的很天真 我覺得 如果我聽到這個宣布 我馬上回去買地買田 我等你後路 你不要想到這麼現實 你不要說 這群陰陽師 其實是什麼呢 可能陰陽師是他們的副業 他們都很想擺脫這個副業 因為沒有錢收 OK 洪水和燕魔堂 這兩位主角 就是因為 兩個人比試的人 就知道 這兩個人真的是 現今最強的陰陽師 所以他們兩個生出來的子蕊 就能夠成為 這個最強的陰陽師 真的 我還是那句 你不怨了 我想要很簡單 給他們一顆春 一個吃葵 兩個拍葵葵 這件事就是隔絕 再不是 簡單一點 這個是現代 大家有沒有聽過 人工受孕 試管嬰兒 試管嬰兒 但明白 結婚還結婚 做人還做人 是兩件事 就是 下一代還下一代 老實說 你要他們的就是什麼 你要他們的基因 一個拿精子 一個拿精子 一個拿噸子 把他們拌在一起 你要多少個神子 就有多少個神子 再加上基因操作 超強的肉体 超強的智慧 搞定 這些都操作了 還會爆屍的有沒有 超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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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你親手送來的 多方便 通常這些所謂 古內職業 不知道為什麼 我經常看到 是陰陽師的作品 才會看到 他們是 沒錯 他們是會用現代科技 但是 他們的思維 又停留在一個 古代的思維裏 然後你就會想 其實 你可以坐飛機 或者用其他工具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到 為什麼你總是用一些 很古老 走路 或者騎著一隻召喚獸 然後去到車後 告訴你 我MMO 就是這個型 我不管 暫時我未見到這裡 但是 我在這裡 我已經有那個感覺 就是 他是不是應該會犯同樣的錯誤 你會看死事的 踏迹才去現場 好魚 知道嗎 總是叫Super Hero Landing 就算你打得少 都不會讓你看到 但是 早上當然很落 那 故事裡面 現在的故事 他的脈絡就是 驗魔塔 怎樣去破除他的心結 再次踏上陰陽師之路 然後 慢慢地洪水就喜歡了他 正常 這套路一定是這樣 然後結婚生子 都說結婚 結婚 做人 做人結婚 青梅竹馬 會很悲慘 知道嗎 他學校的女兒 那怎麼辦 我跟你說 這些故事 通常就是什麼呢 結婚 生兒子 男女主角死了 跟著 青梅竹馬 就養育他們的兒子 跟著 開始 第二部故事 青梅竹馬 不是這樣 青梅竹馬 被劇 青梅竹馬 就有他的位置 後母 最終贏家就是他 其實他做這個設定是很聰明的一件事 他們 只要不搞事 故事 是不會完 我看你不搞了多久 不是啊 搞完可以說生不了 搞多一次 都有個開始 都要基率問題 都要有股館 真的像個是個絕望 這股時我就想退休 你自己想退休 沒可能 但香港 你想退休的原因是誰 他們兩個搞事,然後生小孩 那很恐怖的時候,你們兩個快點做吧 真的,我給錢快點做 我給錢快點做 我失怒憂 那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他要叫關東和關西來了 因為不夠錢他們不行 你們看一邊,我們兩個看著他做 大家都明白,我已經很引導式地說了一句 最大的名言就是給錢快了 但是一做的話,故事就完結了 錯,做不如有的,要做到有沙拉來才是完結的 那就是12.5、17.5這樣夠下去嗎 暫時說他戰鬥,當然是他所謂的靈裝 一開場就拔了,速度、視力、秘力 Buffer 總之就是司法加持自己的能力 你當是變身畫面 op變身得正常一點,很帥 但實際動作要站著玩變 OK啦,沒什麼特別 那個年代的風格是這樣 你講笑講完故事劇情,一些老舊的戲 這些老舊的戲,總會引起我們各方面的妄想 但如果你說畫面的話,其實他是有點像 終結一點像才是 其實他是有點像 跌雜面像而已,Buffer 不是,他人物的設計都很像 其實是 變幅啊,畫畫畫差那麼遠 不錯喔 有點像 他人物像 只不過在勾線上 我真的覺得像畫鬼頭 畫鬼頭是第一鬼的,畫像 都像,他們類似的畫風 我覺得都是屬於 像誰像眼 暫時來說,戰鬥真的不與好評 暫時就 因為都比較一閃流 對,小小一閃 對,尤其是洪水那些 什麼什麼什麼之母 但那些型,看出字 那個型是那個字 你回去看NIT 對,出了字就沒有了,然後就可以完 但他的字就不夠氣勢 還有BGM不夠 這位 暫時,現在我都是說 通常我對這一類型 比較黃道 設定的一些故事 我又反而不會有太大的擔心 其實 因為他很少會很容易去暴走 其實 你跟其他作品 你猜不到第四集 他可以發生什麼事 很大的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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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算的 你又不要這樣 雖然我知道 迷家給你很大的衝擊 但這一套 真是挺old school old school到 我覺得是在看90年代的 動畫的橋段 會在這一套出現 挺好的 那個年代也挺不錯 我們看一看新版 就看這些 對了 起碼你知道最終極的目標是 搞東西和生仔 就可以拯救世界了 明白這個目標清晰 定向清楚 OK 搞定 你會知道 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 不同的就是 我的朋友很少 或者是線上老婆 一見到之後 就完蛋了 那這裡就是 你始終都要有一個 溝女的過程 對不對 當然我都說 我們有一個很客觀的條件 就是科技是進步的 為什麼陰陽師不嘗試一下 用一些高科技的產品 去解決這個 終結戰鬥的問題 不知道 但是暫時來說 還沒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 究竟那些所謂叫做 魔 我不知道那些叫做 我忘記了那個名詞是什麼 究竟有沒有什麼智慧 如果有智慧 簡單一點 殺了其中一個 就搞定了 究竟這套雙星之陰陽師 之後 究竟是怎樣 大家拭目以待 很快 他就在 看見 他 他